大家好,我是阿七 今天我们去福岗吃海鲜 这顿料理啊,把阿七的三观给吃回 先来看,志佳容 福岗60年的老店 晚上人均的话,大约1000人民币左右 中午都会比较便宜,150人民币 店里的装潢是日本传统的海鲜坊的样式 非常气愤,所有的店员呢 都要穿和服 今天是阿七陪重要的客户几时饭 所以只开了一小段,以后给大家补上 这些店的料理呢,主要是以海鲜为主 各种海鲜的刺身,寿司,天赋 在这里都会挺长 这个水巢呢,是把每天当天活的鱼都放在里面 有客人点赞的时候,熟吃就会过去抓鱼 乌贼跳舞刺身是这里的最有名菜之一 先看一下活的乌贼都在这里 现场抓,因为是活的 所以挤上牛蒙之后,乌贼会这样动 所以起名为乌贼跳舞刺身 那剩余的一部分呢 它会给我们砸成天妇罗 那到这里,这是正常的,看一下很正常的 这位穿和服的阿妈呢 告诉阿七,这道菜是非常稀有的 一盘菜呢,将近150人民币 我再问她怎么吃 她都忍不住笑了 这位阿妈告诉我,喝也可以,嚼也可以 老铁们,你们敢吗 我是真不知道如何下口 今天多么希望是你来吃 我来看 今天主要是阿七发建的 阿妈跟我说,今天有一个特殊的料理 不可以问我吃后感 大家猜阿七吃没吃 如果是你,你吃吗 好了,关注阿七,一起吃日本 下集更精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